热门歌曲听说你当原唱VS歌大翻唱第一位原唱一动人 第二位吴黛琳 听说你为他做的 简直是我曾经求而不得 我勾不着的洋火 偏偏降落在别人窗口 那晚的风 吹到今天都还未亮头 第三位胖虎 听说你为他做的 简直是我曾经求而不得 我勾不着的洋火 偏偏降落在别人窗口 那晚的风 吹到今天都还未亮头 开心开手 你却以我尽别的温柔 第四位弹棉花的小花 听说你为他做的 简直是我曾经求而不得 我勾不着的洋火 我勾不着的洋火 偏偏降落在别人窗口 那晚的风 吹到今天都还未亮头 第五位许家豪 听说你为他做的 我勾不着的洋火 偏偏偏降落在别人窗口 那晚的风 吹到今天都还未亮头 吹到今天都还未亮头 再次开手 你却以我尽别的温柔 第六位是可乐鸭 听说你为他做的 简直是我曾经求而不得 我勾不着的洋火 我勾不着的烟火 偏偏降落在别人窗口 那晚的风 吹到今天都还未亮头 再次开手 你却以我尽别的温柔 第七位Sale 听说你为他做的 简直是我曾经求而不得 我勾不着的烟火 偏偏降落在别人窗口 像泡沫潜伏着 在风里小心穿梭 我也曾痴迷着 爱情脆弱的颜色 你走向他那一刻 画面跟着颤抖 你错过残忍的 是没可能挽留 你如何形容我 我偶尔也会猜测 是朋友 是过客 还是绝口不提呢 是不是我能给的没他多 是否在绚烂的星河 月亮都要失色 听说你为他做的 渐渐是我曾经求而不得 我勾不着的烟火 偏偏降落在别人窗口 那晚的风 吹到今天都还未亮头 才从看守 你却以我尽别的温柔 听说你轻描淡写 安慰他说从来没爱过我 渐入教室的承诺 也逃不过朝心里沉默 那晚天空 眼看着刚被日落染色 你却要走 说时间已太晚了 我如一囡想了 我偶尔也会猜测 是朋友 是过客 还是绝口不提呢 是不是我能给的没他多 是否在前蓝的星河 天亮都要失算 听说你为他做的 渐渐是我曾经求而不得 我勾不着的烟火 翩翩降落在别人窗口 那晚的风 追到今天都还未让头 才从开手 你却与我尽别的温柔 听说你轻描淡写 安慰他说从来没爱过 坚入教室的承诺 也逃不过潮汐里沉默 那晚天空 黑暗看着更被赤裸染色 你却要走 说时间已太晚了 听说你轻描淡写 你轻描淡写 我轻描淡写 我轻描淡写 从来没爱过我 从来没爱过我 这首歌 听说你为他做的 因为这首歌其实也算是情歌嘛 而且两位又其实蛮擅长情歌的 所以有没有关于唱情歌的一些小技巧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与我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需要一个画面感 不然我很难投入到这首歌里面 对于歌手来讲 如果都在讨论技巧 怎么用技巧去感染人的话 那其实本身就都是错的 你只有自己先被感动了 你再去感动其他人 对 这个很重要 温文说得很对 当你喜欢这首歌 你选择这首歌 你要去诠释它的时候 你一定要思考清楚 就是你该怎么对这首歌负责 从你自己的心里去想要呈现它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 那如果只有三个音变的话 有点奇怪 我上不去了 我太低了 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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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你 你们最后有一个地方 合的那个地方 你后来是第八度唱对不对 他唱更高 有吗 我唱主旋律 对我唱的是高的 是吗 对 那我怎么刚刚听到好像中文 你是唱第八度有一段 有我们是穿就穿叉叉的 对都不一定哪一对 这一点我必须很佩服温文 他就很大胆 很多的男女合唱都会 从女key转成男key男生在唱 或者是从男key转成女key 女生在唱 文文两个人 我们是没有分key的 一开始key就定得很高 我觉得这首歌现在目前 可能把功夫都下在和声上面 让这首歌更有层次一些 希望给大家带来一些 不一样一点的感觉的东西 像泡沫悬浮着 在风里小心穿梭 我也曾痴迷着 爱情脆弱的颜色 你走向他那一刻 画面跟着颤抖 你错过残忍的 是没可能挽留 你如何形容我 我偶尔也会猜测 是朋友是过客 还是绝口不听啊 是不是我能给的没他多 是否在绚烂的星河 天亮都要失色 听说你为他做的 渐渐是我曾经求而不得 我勾不着的烟火 偏偏偏偏降落在别人窗口 那晚的风 吹到今天都还未亮头 才松开手 你决意我今夜的温柔 听说你轻描淡写 安慰他说从来没爱过我 渐入教室的承诺 也逃不过朝心里沉默 那晚天空 眼看着刚被日落染散 你却要走 说时间已太晚了 你我心容我 我偶尔也会猜测 是朋友 是过客 还是绝口不提呢 是不是我能给的没他多 是否在绚烂的星河 天亮都要失算 听说你为他做的 渐渐是我曾经求而不得 我勾不着的烟火 偏偏降落在别人窗口 那晚的风 追到今天都还未亮头 才松开手 你却以我尽别的温柔 听说你轻描淡写 安慰他说从来没爱过我 坚持住江湖的承诺 也逃不过朝心里沉默 那晚天空 没人看着江湖的承诺 你却要走 说时间已太晚了 听说你轻描淡写 安慰他说 从来没爱过我 我们把掌声送给杨宗伟 送给余文文 有请两位来到午餐 这首歌二位想传递 怎样的情绪给到听众呢 这首歌我觉得 跟我们两个都挺搭的 所以在选歌上面也 没有太纠结 很快就决定了 对 原曲其实是有一点 略微地在抱怨的感觉 但我们两个就不太想 把这首歌处理成这个样子 所以整个编曲上面 处理方式上面 包括我们的舞台设计方面 好像都希望更洒脱一些 我问他很酷 他就发给我就说 这个Key你OK吗 然后我就说 你办事我放心 然后我们就没下文了 就这样 意思放心 然后排练之前一天 突然间说 这个Key太高了 我跟你定调的时候 你在想什么 我跟你发那个Key的时候 你说没问题 你办事我放心 然后唱之前说太高了 他这样完之后 他用那种嗲嗲的声音 你真的OK吗 你要是不OK 我们也可以怎样 我怎么能不OK 请问 我有这么温柔吗 你看 我有这么温柔吗 但是我也很想跟文文学起 因为我觉得我说话 有点拖泥带水 但他说话就是 三言两语这样子 我就怕冒犯到他 对 因为冒犯这个词 就略显 略显冒犯了 其实我歌后面还挺难唱的 因为两个人吧 一下子要唱主旋律 然后又要唱和声 老是来回的转换 但他们都处理得非常的好 谢谢 我就觉得这个舞台 一切都是对的 就是对的服装 对的歌曲 然后主要是对的人 所以我也根据这个情况 给他们俩特别取了个名字 来了 喜耳恭听 来了 起名了 你们俩就叫做 终于等到你 这应该是他取过 最好的一个名字吧 这东北强的是吧 终于 对 终于等到你 不能说终于等到你 适合一些广东跟东北的朋友 因为评票时得不分一点 终于 谢谢 接下来我们听听建议堂 给我老师的建议 有请 其实杨宗伟他很擅长 在一个乐剧里面 做一些自由节奏 无论是八分音符 还是十六分音符 他会把他们打散 所以刚刚这个歌 杨宗伟唱的时候 其实他前面有很多 像自由奔跑 或被风吹的感觉 但是像渊恩文 就会在他的部分 把杨宗伟给拽回来 然后在最后面合唱的部分 他们两个又 match到一块了 这个世界很巧妙 所以我觉得很享受 谢谢 谢谢老师 宗伟老师 你的副歌部分 其实它已经比较高了 如果说从专业上来说 就已经在我们男生的换声区 但是你使用类似于偏真声的那样一种唱法去演唱 它比较有呐喊感 我觉得这种情绪的释放是非常的强烈的 谢谢 但是有一点 我们在使用这种不换声的方法来唱高音的话 它可能会有点容易偏低 当然我不知道 因为可能当时的伴奏声有点大 所以在此我能否行使一下 无伴奏原声的权力 想听一下宗伟老师的那个部分 听说你为他做的 渐渐是我曾经求而不得 我狗不着的烟火 偏偏降落在别人窗口 那晚的风 却到今天都还未亮头 才松开手 你却与我今天的温柔 哇 好好听哦 谢谢 我说他 我说他 非常好听 其实我还想表达一点 就是刚才那个吴伴奏原声里边 不仅有宗伟老师的声音 还有文文老师的声音 对 反而也能够更好的欣赏 吴文老师声音中的那个颗粒 那种沧桑 非常好 好 谢谢 谢谢我们建议团